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新闻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的第一则新闻 我们来看看美国股市期货的最新动态 由于劳动力需求疲弱和经济放缓 投资人对于利率下降抱有希望 导致美股期货在周三小幅上涨 标普500指数 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和纳斯达克100指数 在周二都小幅收高 接下来 我们要关注 即将在纽约市举行的协业新闻 Fotware News峰会2024 这场名为热点名单的峰会将于6月25日举行 届时协业领袖们将讨论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包括多样性与包容性 人工智能革命 及其对业务的推动作用 零售创新 以及推动行业前进的热门市场 最后 我们来看看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 投资人正已接近创纪录的速度 从美国股市撤资 根据美国银行分析师的报告 他们的客户已连续5周大量净卖出美国股票 上周 他们卖出了比购买多出57亿美元的股票 这是自2021年7月以来的最高流出量 银行也记录了历史上第二大的科技股抛售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 US报道 美国股市在周三开盘前小幅上涨 主要受到对利率下调的谨慎乐观情绪的推动 标普500指数期货上涨约0.2%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期货增加0.1%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内斯达克100指数期货上涨0.4% 周二 这三大指数均小幅收涨 尽管市场对经济放缓的解读仍存在分歧 但数据显示 4月的职位空缺降至三年来的最低水平 暗示劳动力市场的疲软可能促使美联储开始降低借贷成本 根据CME FedWatch工具 现在大约65%的交易员预计 政策制定者将在9月会议上降低基准利率 而一周前这一比例还不到50% 惠普企业的股票在盘前交易中上涨了13% 创下自2016年以来的最大涨幅 主要得益于AEI服务器销售的激增 与此同时 LAM Research预计其高带宽存储业务 将在今年翻三倍 预计2025年需求将更强劲 Yahoo!US的另一篇文章 介绍了即将到来的FN峰会2024 这次峰会将于6月25日 在纽约市的583park举行 主题为热点名单 讨论推动行业前进的热点市场 零售创新 AI革命 以及多样性 公平和包容性的话题 Dekker's Brands的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Dave Powers 将分享他的领导经验和成功秘诀 Crox的女性领导团队 也将探讨品牌过渡和持续热度 Golden Goose确认将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目标是发行价值1欧元的股票 与此同时 Arm品牌的首席商业官Bride Olsen 将介绍公司 在快速演变的零售环境中的策略 Aterix的首席执行官Larry Schwartz 将讨论其FITEC公式的快速演变 而PakSan的首席数字官Shirley Go 和Helos的首席执行官Alias Dow将探讨 AI对业务的巨大影响 峰会还将探讨当前影响行业的热点问题 包括企业多样性进展的停滞和 AI如何重塑业务 CNN报道 今年夏天美国股市出现了大量资金外流 投资者已接近创纪录的速度撤资 通常夏季股市表现平平 但今年情况有所不同 美国银行的分析师表示 他们的客户已经连续五周 大量净卖出美国股票 上周卖出的股票比购买的多出57亿美元 这是自去年7月以来的最高流出量 摩根市单利财富管理的首席投资官Lisa Shatlett指出 政策不确定性和经济交叉流的影响 可能导致2024年夏季波动性增加 与此同时 美国股市的整体规模正在缩小 目前的上市公司数量约为4300家 而1996年高峰时为7300家 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 Jamie Diamond警告说 这一趋势可能会使我们对美国经济的理解 变得更加模糊 与此同时 CEO的薪酬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 2023年标普500指数公司的 CEO薪酬中位数是普通员工的196倍 美国劳动力市场的降温 也进一步显示出经济放缓的迹象 根据最新的Jose报告 4月的职位空缺降至806万个 为三年来的新低 CNN报道 美国司法部指控支持特朗普的媒体机构 《大纪元时报》卷入了一项 6700万美元的跨国洗钱计划 其首席财务官官伟东 被指控故意购买数千万美元的犯罪收益 并将这些资金转移到 《大纪元时报》的银行账户中 司法部表示 官伟东和其他未居民的共谋者 通过数万笔分层交易进行洗钱 利用被盗身份和预付借记卡 此局使《大纪元时报》的收入 在一年内暴增410% 从1500万美元跃升至6200万美元 尽管《大纪元时报》 相较于其他支持特朗普的媒体 如福克斯新闻 媒体曝光度较低 但其影响力和对特朗普 及其Mega运动的支持不容小觑 2016年大选后 该媒体进行了显著的数字化转型 通过大量购买Facebook广告 使其内容在全美范围内广泛传播 尽管《大纪元时报》自称 以道德新闻为基础 但司法部的指控 揭示了其背后的阴暗面 目前《大纪元时报》表示 将配合联邦调查 并暂时停止官伟东 但未对其他相关问题作出回应 Yahoo US报道 自2021年GameStop股票狂潮以来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以增强市场的韧性和透明度 最近GameStop股票再次飙升 这次是因为股票影响者咆哮的小猫 在Reddit上发布了一篇 展示其对GameStop的 1.16亿美元赌注的帖子 2021年 GameStop等民营股的暴涨 引发了剧烈波动 促使经纪商限制某些股票的交易 并导致对冲基金遭受巨大损失 SEC随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包括将结算周期 缩短至一个工作日 P加E结算 增强对冲基金的披露要求 以及提出旨在解决零售交易市场问题的改革 SEC主席加里 根斯勒批评了交易游戏化的现象 并提出规则 要求经纪商消除或综合任何利益冲突 然而 这些措施在行业内遭遇了强烈反对 部分规则甚至面临法律挑战 Yahoo US报道 储蓄是一个重要的习惯 也是稳固财务计划的基础 今天的储蓄利率差异很大 但一些最佳账户提供的利率高达5%甚至更高 截至2024年6月5日 最高的储蓄账户利率为5.15% 历史上 储蓄账户利率一直较高 但传统储蓄账户的利率远低于高收益储蓄账户 例如 平均储蓄账户利率仅为0.45% 而最佳储蓄账户利率通常在4.5%至5%之间 随着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 维持当前的5.25%至5.50%的利率 专家预计美联储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降息 可能在11月 如果美联储降低利率 储蓄利率也可能会下降 因此 现在可能是储户利用当前高利率的最后机会 选择将资金存放在哪里是一个重要的决定 高收益储蓄账户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尤其是对于那些希望在短期内获得稳定回报的储户 南华早报报道 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联合创始人雷达里奥表示 尽管存在风险 但投资中国是个好主意 因为中国资产价格便宜 可以帮助平衡投资组合 在香港格林威治经济论坛的虚拟演讲中 达里奥指出 中国资产价格非常吸引人 尽管国际投资者担心 因投资中国而受到本国政府的惩罚 尤其是在美国大选年反华政策 可能获得两党支持的背景下 但达里奥认为这些风险并不足以抵消投资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潜在收益 桥水过去五年在中国的运营表现非常好 达里奥强调 现在正是投资中国市场的好时机 因为市场被低估 中国市场自年初以来 以强劲反弹 恒生指数从1月低点上涨了31% 而跟踪上海和深圳交易所股票的CSI300指数也上涨了超过10% 中国政府为刺激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包括推出410亿美元的住房救助计划 房屋销售也出现了复苏迹象 预计下个月的关键政策会议上将出台更多经济支持措施 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复苏的前景变得不再那么悲观 日经亚洲报道 日本太空垃圾清理公司Astroscale 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创业版上市首日市值达到10亿美元 反映了投资者对太空领域的热情 Astroscale的股票在上市首日收盘价为1375日元 远高于850日元的发行价 Astroscale正在开发清除太空垃圾的技术 以确保卫星免受高速运行的垃圾影响 公司在2021年和2022年进行了首次演示任务 展示了其在太空中寻找和跟踪模拟垃圾的能力 今年4月 公司成功接近了一块实际的太空垃圾 并从近距离拍摄了其图像 同月 Astroscale获得了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的合同 计划在2026年或更晚实际移除该物体 Astroscale有价值29.928亿日元的订单积压 主要来自太空机构 公司预计截至今年4月的财年净亏损在81至115亿日元之间 但销售额同比增长51% Astroscale计划利用IPO筹集的113亿日元新资本开发技术 并覆盖运营费用 公司还在开发其他业务线 荣卫卫星加油以延长其载轨寿命 并帮助其调整轨道和监控 雅虎美国报道 住宅开发已成为下周列克星敦县议会共和党初选的焦点问题 选举结果很可能决定该线未来的领导层 尽管候选人们在如何建设新房方面存在分歧 但他们都表示在为列克星敦县的未来而战 现任议员指责建筑行业协会 通过新成立的非盈利组织保护列克星敦的未来 向竞选活动注入黑金 以影响选举结果 该组织由建筑行业协会CEO Bing Will Sensky创立 支持挑战现任议员的候选人 反对现议会将为并入县城的住宅开发 限制在每英亩四栋房屋的政策 建筑行业协会希望恢复每英亩十二栋房屋的旧标准 保护列克星敦的未来组织 在一些竞选活动中为候选人提供支持 但由于南卡罗来纳州目前无法要求第三方团体报告竞选支出 因此具体金额不明 挑战者们在发展问题上的立场各异 但大多数人主张让建筑商和开发商 在未来的决策中拥有更多发言权 居民组织拯救列克星敦SC和负责任的发展列克星敦线 呼吁更保守的增长 以避免进一步挤压已经拥挤的道路或侵蚀小镇的感觉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最高证券市场监管机构无卿 将在本月的陆家嘴金融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 吸引了投资者的注意 他们渴望了解 他将如何进一步支持中国9万亿美元的市场 吴清将就高质量金融发展 推动全球增长发表讲话 标志着为期两天的论坛开幕 论坛将于6月19日 在上海的陆家嘴金融区举行 这是他自2月份 被任命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CSRC主席以来首次出席该会议 CSRC将在论坛期间 公布资本市场政策和措施 CSRC综合行政办公室副主任王立在周二的简报会上表示 单位透露更多具体细节 投资者对进一步的政策支持抱有很高期望 尤其是在中国4月发布的9点指导文件之后 该文件勾画了资本市场长期发展的蓝图 文件重点包括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培育能与全球巨头竞争的中国投资银行 自无卿上任以来 他已发布了一系列提振市场的措施 已遏制股票市场三年的下跌 投资者在这些措施之后重新回到中国股市 例如鼓励股票回购和股息分配 以及剔除低质量上市公司 CSI300指数自2月低点以来上涨了13% 半岛电视台报道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的人民党BJP 在议会选举中失去多数席位后 印度股市经历了四年来最严重的下跌 周二的选举结果意味着 莫迪将需要依靠较小的政党 在543席位的下议院Loksover中组成执政多数 这增加了莫迪推进其亲商业议程的不确定性 NSE Nifty 50和BSE Sunsex指数 分别下跌5.93%和5.74% 当天早些时候曾一度下跌多达8.5% 周三早上 印度股市进一步下跌 但在下午有所恢复 两大指数均上涨超过1.5% 投资者一直对莫迪的经济议程持压倒性支持态度 莫迪承诺到2047年将印度转变为发达国家 推动大量基础设施投资 倡导国内制造业 吸引外资 简化手续 并承诺根除腐败 在莫迪的领导下 Nifty 50指数几乎翻了三倍 尽管一些分析师认为 许多印度公司现在被高估 今年早些时候 印度股市市值超过4.3万亿美元 超过香港 成为全球第四大市场 在周二意外的选举结果之前 印度股票因出口民调显示 BJP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 NDA有望大获全胜 而飙升至历史新高 尽管莫迪几乎确保了第三个总理任期 但他需要与其联盟中的小党派谈判 这增加了他可能在经济议程上 妥协的可能性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Liz Allen是一位在人口统计 和社会研究领域 享有盛誉的学者 她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政策研究中心工作 作为一名母亲 Liz有七个孩子 其中两个已经成年 五个仍在成长中 她的家庭主要依靠 她的收入生活 因为她的伴侣 全职照顾有残疾的孩子 Liz对金钱有着复杂的情感 她认为金钱只是运气的体现 而不应该成为 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 她分享了自己在贫困中 生存的经历 从使用先买后付服务购买食品 到在图书馆等待工资到账 以便支付回家的车费 她还坦言 曾经为了养家 而不得不偷窃 尽管这带来了深深的羞耻感 Liz的生活哲学 是珍惜小事 保持善良 这些都是不需要花费金钱的 BBC 14岁的Layton计划 骑自行车 从伦敦到阿姆斯特丹 行程335英里 约540公里 以纪念她的好朋友 Daisy Daisy在2021年 被诊断出患有癌症 尽管她曾三次战胜癌症 但最终在2023年圣诞节前去世 Layton决定通过这次 骑行为 谢菲尔德儿童医院慈善机构 筹集资金 因为这家医院 曾为Daisy提供护理 Layton表示 每次骑上自行车 她都会想起 Daisy的坚强 和她经历的艰难时刻 这次骑行挑战将历时4天 经过4个国家 Layton的母亲 也将陪同她完成这次挑战 因为她需要一名成年人陪伴 Layton说 Daisy总是面带微笑 充满快乐 她希望通过这次骑行来纪念她 并为慈善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Yahoo!US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接受保守派媒体 Newsmax采访时表示 如果她再次当选总统 可能会将她的政治对手 关进监狱 特朗普提到 这条道路是非常可怕的 但可能不得不采取这种措施 在她的竞选活动中 特朗普经常谈论 要起诉现任总统乔·拜登 并称拜登是美国历史上 最腐败的总统 特朗普还提到 她在2016年竞选期间 没有对民主党对手 希拉里·克林顿采取行动 尽管当时支持者 常常在集会上高喊 把她关起来 她认为 如果她当时这样做了 会为国家树立一个 糟糕的先例 特朗普还在采访中 对自己的审判表示不满 称她没有得到公平的审判 并批评作家义 Jean Carroll 对她的指控是虚构的 去年5月 纽约陪审团裁定特朗普 对Carrall的性侵 和诽谤行为负有责任 并判她支付500万美元的赔偿金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